零星前,侄子從兜裡掏出了一千塊錢。 到了這個時候,往日的恩恩怨怨好像都不重要了。 畢竟,兩個人都是留著同樣寫的親書值啊。 這是生養了自己幾十年的村子。 這裡有最熟悉的父老鄉親,這是自己住了二十多年的老房子。 今天這次離別,也許以後他就永遠不會再有機會回來了。 五味雜臣,老人家突然間老淚縱橫。 老人要出遠門了,鄉親們送了一城又一城。 平日裡,大家東一口西一口地幫襯著老人家。 現在他走了,雖說是去享福, 可是大家的心裡還是掛念啊。 大家的心裡還是掛念啊。 高老爺子走的時候,又無奈,又有點高興。 畢竟,這裡他待了幾十年,這是他的家。 可是好人的心思他不能不領。 他得帶著感激,好好地對待明天的日子。 按照劉大姐的打算,他要先安排老人家在他家裡休息幾天。 等老人情緒恢復得差不多,再送老人到養老院生活。 哎呀,先吃點飯啊。 最後都吃不了啊。 吃點飯。 老人吃得很香,劉大姐說,看見老爺子這樣,他心裡很踏實。 啊,我兒子今天早上起來說了,說媽媽那個,如果要是那個老爺爺到我家來,我把零花錢省出來一百塊錢,每個月給老爺爺。 劉大姐說,只要老人願意,這兒就是他的家。 因為我們那個,我和我愛人都要工作,孩子也上學,家裡邊白天沒有人。 啊,我們那個白天呢,也照顧不了。 哎呀,我就給他送到那個,養老院。 哎呀,這個我,我出資。 哎,給他送到養老院。 周日的時候呢,我們接他回到家裡來,讓他享受一下家,家庭的這種,溫馨的生活。 苦盡甘來,八十六歲的高桂山老人,終於有了自己的歸宿。 他至今也不敢相信,這是不是在做夢啊。 高興啊,吃點,穿點,啥也不用我管。 我這一輩子會,嗯,沒點事。 心裡樂得我開花了。 高老爺子要轉運了。 劉女士準備明天就帶老人去養老院看看。 如果老人想在那,就在那,想回家就回家。 反正不能讓老人家受委屈。 一個陌生人上能如此,當折的,做起來怎麼就這麼難呢? 和高老爺子一樣,今天老田呢,也轉運了。 剛才在我們節目當中,尾號是3631的觀眾看到了老田的故事。 她說,我感到特別欣慰,很替老田高興。 誰沒犯過錯誤呢? 我們多給他點機會,多一些理解。 那麼,我們將會收到更多更美好的結局。 希望老田好好工作,好好生活,好好做人。 希望幫助他的人平安和幸福。 好了,今天的正前方就是這些內容。 感謝您收看新聞正前方。 我是曹琳琳。 三分鐘之後,請繼續關注新北方。 今天起,央行存貸款利率均上條。 百姓究竟該怎樣理財。